马英九参加三八妇女节活动时 为台当局安排下新政挂宝证 这不光是照顾妇女 也同时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健保费调长政策惹争议 台卫生部门负责人杨志良闪电请辞 民进党大台南市长参选人数大爆炸 民进党及民代叶宜金与台南县长苏冠志 正是领表加入五都战局 希望能够借由女性的细致 强韧承担的特质来施政 苏珍昌游熙坤共同出席民进党党工聚餐 用行动破除两人复合的传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敏中吉祥林独家剧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我是单诚在晚间带您来关注海峡两人的最新资讯 今天下午五点二十六分 台湾嘉义发生规模五点一级的有感地震 镇中位于嘉义市 镇度最大有五级 阿里山三级 云林谷坑也有四级 目前索性没有传出任何灾情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 也是这个节日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祝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 节日快乐 为了庆祝妇女节的改年生日 七号在台湾举办了热闹的庆祝活动 连马英九都赶来和女性朋友一同庆祝节日 马英九表示 未来将努力帮助妇女就业 同时对于女性民众关心的安胎下心症 马英九云诺 台当局一定会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让女性民众放宽心 马英九常常用简讯下达指令 传简讯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难不倒他 我们未来希望能够推动安胎嫁 让有这些需求的妇女 能够在怀胎期间得到更多的照顾 这不光是照顾妇女 也同时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 安胎嫁最长可以请一年 最快五月底就能上路 不过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个要给怀孕职业妇女的大礼 妈妈们不敢领情 老板们反弹好大 让妇女请育婴嫁的构想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的疑虑 本来担心妇女不敢申请 怕因此丢掉工作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有十一万人申请 当然我们会有配套的措施 育婴嫁能行得通 安胎嫁怎么会行不通 马英九很有信心 安胎嫁的配套 绝对让请嫁的 给嫁的都能满意 民进党及女明代 叶怡经过的这个三八妇女节 可能更有意义了 因为她特地选在这天 宣布加入民进党 大台南市长初选 而她的竞争对手 现任台南县长苏焕志等人 也在今天下午到 民进党领表参选 台南县长苏焕志 由夫人陪同 北上民进党中央 缴了170万费用 正式登记大台南 苏焕志强调 台南县是合并升格 和苏焕超誓言 同志不选三次 意义不同 还说还有参选 正当性 没有经营过台南县的 那么这些候选人 他只是参选才来参选 一个连小船 都没有开过的人 要直接开大船 其实是不可能的 苏焕志一席化 真的打翻一船人 他的对手 也已经特别选在 三八妇女节宣布参选 打住云嘉南 女人连线 还受处备妥的超大文身 中间这个是谁 这个是陈唐山老县长 这个不是我先生 我等一下去 民进党中央党部 登记参选 台南市的市长 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我希望我是台南市 五位争取提名的 唯一的女性 叶逸金拿出秘密武器 适合退选老县长 陈唐山合照 但陈唐山真的决定挺叶逸金吗 叶逸金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候选人 这样子 所以还没有 我还没有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今天是妇女节 叶委员所说的话 我不敢有任何的怀疑 李俊逸 台南市长许天才 也都正式领表 民进党内大台南初选起跑 扶出台面还有赖清德 动作更快 竞选官方网站已经成立 连主题群都请名人普取作词 大台南绿营参选爆炸 就等民调结果一翻两瞪眼 民进党在南部选区的参选人数爆炸 在北部的选情也很热闹 自从苏贞昌和游锡坤先后表态参选台北市和新北市之后 民进党内外关于苏游结盟 防堵歇息的说法一直没有停过 也许是担心传闻越演越烈 苏贞昌在民进党造势大会上刻意与游锡坤擦肩而过 不过这个动作又被外界解读成苏游两人存在心结 看到两人关系被大作文章 苏贞昌和游锡坤7号晚间共同到台北线跟党工聚餐 用行动破除不合的传言 看到老县长光临 尽管苏贞昌选的是台北市 支持者力挺的热情还是没有打折 不过前一篇被做文章的苏游心结到底有没有 看到台上游锡坤还在讲 苏贞昌刻意停在楼梯口把礼数做足 见面两人更是摇起耳朵 行动破除不合传言 游锡坤表态参选新北市 苏贞昌挑战台北市 民进党天王先后表态参选 现在就算谢昌平要选哪里了 传出谢昌平打算开疆辟土挑战大台中 我不了解但是相信党会有相关的机制运作 谢前任长他愿意去参选的话 当然我们都应该尊重跟祝福 先前传出谢昌平也有意参选新北市 但是却碍于自己曾经说过要退出政坛的话 迟迟没有表态 那现在多有人争 也有人要选 都很优秀 好不好 那我不会缺席的助选 强调一切尊重党的决定才会考虑参选 不过前一晚民进党有人喊出 苏油披双城 就连场子上也没有邀请谢昌平 传出排挤谢系子弟兵 没有邀请我也不一定是恶意 也不一定恶意 大家都不要往恶意去解释 好不好 强调自己也有行程 并不是被排挤 不过五都大选 绿营天王找舞台 不愿而同敲上艰困选区 台面上打选战 台面下彼此的实力较劲 同样有看头 准备决战台北市的苏贞昌 无疑是民进党内人气最旺的政治人物 从他宣布参选以来 风头几乎已经盖过了党主席蔡英文 加上他和谢昌平之间 让外界揣色纷纷的关系 苏贞昌现在几乎可以说是 主导了民进党内五都人选的提名工作 他心里只有市长 没有副市长 就算民调输给胡志强 他也不会当副手 台中县副县长张壮熙 正式宣布角逐年底的大台中市长 那我个人当然也愿意去做这样子一件事情 来代表台中县 来表达我们的意见 来增许机会 张壮熙表态 参选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后的市长 要和同党级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已较高下 宪政说明会上 选民手中都有一份他和胡市长的相关简报 尊重党的协调 或者竞赛机制 我都尊重 而且欢迎 因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 胡市长说 无论谁想选 最后都得由国民党说了算 3月3号 他比张壮熙早一步 亲自到台北建党秘书长金普聪 缴交志愿卡 张副县长希望党内可以公平初选或协调 不要忽略台中县民的心声 胡市长当然那天我们看到他是说 他跑到台北跟金秘书长去缴支援卡的 但是我要强调说 我们到今天为止不知道去找谁缴支援卡 变成是我去当副市长 那好像是 你只不过就是出来炒个副市长要的 我不是出来炒汤吃的 张壮熙说 他心中唯一的选项 只有大台中市长 没有副市长 胡市长认为 还没正式被党提名参选 所以没想到副手人选问题 为了年底五都选举 国民党战将已经开始起跑 而操盘手金普聪也得一马不停蹄 进行选战布局 10号金普聪就要启动战斗列车 前进第一线 征询协调 最后出现了国民党五都提名人选 真的问题就肯定就跑得已经这样就睡歪了 那道连姐头发都睡得东倒西歪 二二线令委补选才刚结束 连离五都硬仗马上跟着来 还没时间好好休息呢 金普聪马上又要启动五都战斗列车 除了大台北两颗双砂球 已经明朗化 金普聪下星期三 展开协调征询之旅 第一站进出台中 两天一宴 和包括胡志强在内的表态人士 第一波协调 隔一周要植入最艰困的高雄 征询人选 二四二五轮到自己的故乡大台南 月底前要一口气完成五都long stay 一听关键五都胜选 压力还真的有够大 金普聪输解压力的配方 你绝对想不到 真的不是盖子 金普聪之前在美国特地掏学费 去学的就是丢球手机 我可以丢三个 四个就没有办法 三个可以 它是一个反射动作 丢杂耍 所以反射动作的时候 你脑袋就比较没有思考 所以你等于是放松了 没想到小刀除了铁人三项 还有这项绝活 外人看了已经嘖嘖撑奇 没想到他本来还想挑战 更高难度的 显然没什么天分 对 他说全世界可以好像丢最多的是 五个还是六个球 那你有三个也无差 三个最基本的了 光是讲到这项绝活 严实的表情马上没开眼效 丢球手机对小刀而言 输压效果还真的一极棒呢 下面我们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蓝轩 蓝轩女士你好 您认为金普聪本周即将展开的 五都long stay 常驻行程有什么样的急迫性 它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因为五都选举快要到了 在今年底 所以国民党的秘书长金普聪 打算从这个礼拜三开始 要去进行long stay 第一站呢 就要到台中去嘛 所以我想呢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 跟最近这一两天所发生的 在台中市 除了呢 市长胡志强 已经跟金普聪当面表达意愿 所谓的缴交接约卡之外呢 目前的台中县的副县长张壮熙 他同样也是国民党籍 也表达呢 有参选大台中市长的 那么一个打算 那所以呢 这部分的话呢 金普聪打算南下long stay 的第一站选择台中 就是未来的大台中的选举 我想跟这样子的一个协调 可能也是有关系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当然南部部分的话呢 像大台南还有大台大高雄 目前的话 整个国民党啊 他的提名的状况 还是非常的混沌 不明朗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杰出的人选 可能可以啊 跟这个民进党呢 一拼上下 就算说啊 没有办法说真正的 夺回啊 或者说能够打败民进党 进攻他们的票仓 但至少能够呢 有若干的讲破 为对于魏林 未来的2012来说的话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暖身 我想这部分的话呢 对于金普聪来说 南下当然是去征询 相关的一些意见 地方人士的意见 还有进行若干的整合 去了解整个的情势 我想也是有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目的啊 所以我想对于金普聪来说的话 在年底五都啊 你有一个必胜的决心的状况之下 下乡总比不下乡好 尤其是对于国民党 那么一个老的这个选举机器来说的话呢 金普聪毕竟是一个伸手啊 是从外部进到国民党内部的 那呃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做一个非常充分的 而且是掌握基层的一个了解 所以呢 我觉得下乡这件事情 当然对他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呢也希望能够达到效果 好的谢谢蓝轩女士 我们来看一个台行政机构的人事地震 由于调涨健保费的政策引发争议不断 台卫生部门负责人杨志良 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闪电宣布请辞 杨志良的这个无预警的请辞决定 把在外参加活动的吴敦义给吓了一大跳 一向人就宣示宝费一定长的杨志良 才做了七个月又两天就请辞下台 把同一时间正在外头参加妇女节大会的吴敦义 给吓了一大跳 五分钟之内打了两通电话给杨志良 要求他在这个几乎也千万不可以 不要开玩笑 怎么可以现在走掉呢 但杨志良似乎是吃了衬妥铁了心 决定打包走人 我们只能做到 大约有59%的民众不会调整宝费 而有41%的纳保者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本能对于为能够达成 维持百分之七处的民众不做调整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要求 我深感我个人能力有限 力有为大 不应该失位素参 依法办事却达不到政策要求 杨志良决心离开2009年8月6号 接替一夜金川上台 10月就爆发开放带骨美牛进口的政治风暴 接着11月H1N1疫苗开打 也被批得满头包 之后释出健保调长的风向球 也因为县长选举在即被打了回票 等到214天的任期 可以说是没一天好过 如今无欲仅请辞 如果要问原因 这句话或许可以找到解答 所以我对年内选举 真是蛮有意见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新闻 为宣传台北发博会 台北市长郝龙斌舞蹈厨女秀 大跳机械舞 陈水点之子陈志忠 借陈水点之名抛兵五都 号召绿营民众 支持陈水点DK等五都议员人选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概现 2010台北花博会将在11月6号举办 今天花博会主题歌发布会 在台北举行 花博会青山大使SHE组合 首次公开现场主题歌 不过在发布会上 最吸引眼球的可不是他们 而是平时不善唱歌跳舞的 台北市长郝龙斌 动感全是这首五月天阿信 量身打造的虚弱女英雄 偏偏A拉的麦克风频频吐嘴 尴尬上演实声秀 唱得不顺没关系 SHE还有跳舞撑场面 鬼灵精怪的他们 还逼台北市长郝龙斌 献出舞蹈处女秀 同一回公开跳舞 好龙斌偏宣传真的豁出去 不过老师打分数很不给面子 搞笑吐槽不让好龙斌议员明星梦 另外从主播转载花博发言人的马千惠 也精心打扮花朵妆 公开亮相 只是好龙斌这段另类演出 恐怕谁也很难抢走风头 这段时间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在媒体前的曝光率居高不下 让外界对他是否要进军政坛 产生了许多猜测 7号在阿扁俱乐部的台北总部成立大会上 陈志忠又高调现身 拜托民众要支持陈水扁 在五都选举中支持的人选 不过对于自己要不要参选高雄市议员 他则是低调响应 搭上电影猛奖热潮 阿扁俱乐部台北总部 选在龙山寺猛奖公园成立 陈志忠特别北上造势 一现身 景点民众就围着他要签名 连照相机都能签 还有热情民众对他喊出议员 陈志忠自己到底选不选高雄市议员呢 我们会继续去倾听相机的心声 那我们会好好来规划来评估 不过陈志忠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借着陈水扁之名号召群众操兵武都 你带五党的议员的参议 我在这里 我都要给大家拜托 给大家庆祝 我们用我们集中的专票 来支持阿扁俱乐部 所推荐 所支持所有五党的议员 让他有温暖 让他感到高零 让他感到高零 这样好不好 即使陈水扁人还在台北看守所 但南北阿扁俱乐部先后成立 再加上陈志忠对陈水扁支持者的热情请托 陈水扁在五都选战中间接寻求发挥空间 还是一条有关政治人物第二代的消息 民进党籍前名代蔡启芳 是民进党内三保中的一个 他的儿子蔡逸余 日前投入台北中山大同序的市议员选举 也是语出惊人 他用自己当宅男的经历 来对马英九呛瞎 声称就是因为马英九做的太烂 害得很多男生经济上无法负担 才交不到女朋友 而且他呛瞎的海报 就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正对面 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正对面 海报上痛骂骂 做得好烂 害我交不到女朋友 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油价又涨 那现在健保也 现在你说的要跟着要涨 对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有能力 再去说多负担 说我还要再照顾一个女朋友 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海报上低头越见 手拿泡面 十足苦情的宅男形象 另类发生跟选民拔干净 但这样的说话方式 有没有绝到耳熟 没错 他就是前立委蔡启方的二儿子 蔡易渝 二十三岁就考上律师 后来回乡帮爸爸担任 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离开老家家义 选择在台北参选中山大同区议员 蔡易渝不想靠老爸人脉 就看这个圆圆的宅男 能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新闻 在敏台商热议海系建设 对未来投资发展充满信心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线 今年春节期间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福建考察并探望台商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 在两岸交流合作中发挥先行先事的作用 海西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两岸民众 极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张州是台胞的重要祖籍地之一 也是台商在你投资的密集区 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来这里探望了在你投资的台商 这让台商们倍感振奋 他们纷纷表示 对于未来在海西的发展 他们更有信心了 胡锦涛总书记春节期间在福建探望台商和返乡台胞 对台湾同胞表达了节日的祝福与关心之情 同时也传达了期待两岸关系更加紧密的热切之情 总书记还是非常关心我们台商 重视我们台商 所以我们感觉 尤其在春节的这段时间 我们感觉的特别的兴奋 我可以感觉到他那种深情的关怀 同时也给出了我们对日后两岸关系 发展的一个信心 两岸经贸交流合作 台商到大陆投资是促进两岸共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台商在大陆投资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海西开发为台商投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所以所有与参加会见的这些台商们 大家都相当激动 而且对未来的投资也都充满了很大的信心 好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今日链接环节 来了解一下台港媒体对两会的相关报道 今天香港文汇报刊登题为 孙春兰判免台合力发展平潭的文章 文章报道 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在福建人大代表团向媒体公开表示 福建已选定福州平潭岛作为两岸先行先市的重要载体 进行超常规开放开发建设 并希望与台湾共同规划 共同建设 共同投资 共同管理 共同受益 最终建成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 今天台湾联合报发表题为 郑立中表示 扩大台商进省市政协的文章报道 国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 7号参加台盟台联界别全国政协委员联组讨论时表示 将考虑大陆台商参政议政的愿望 根据福建和上海的经验 尝试扩大台商代表进入省市政协 以特邀人员方式参加台联等团体的活动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港媒体有关两会的相关报道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去结束了 如果你想和我们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了解我们的最新情况 好的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东南晚报之后欢迎继续关注22点50分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全国两会期间海峡新干线从3月3号至3月14号的重播时间 矫正至4日早上的7点整 此外东南卫视在中午12点整推出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海峡五报顺言至12点20分播出 敬请关注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下期再见